我们好朋友在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 他说这个桀瓜 这个桀瓜 可能我们好朋友在说的 这个桀瓜这应该是这个夏南瓜 他说这个桀瓜 没有钢花 没有花 没有收粉 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噴 这个给他个性 可以顺利变大 他说噴这个荷物馆 可以让这种 这种没收粉的桀瓜 可以挂个 可以带他这个 这个长大 这个大概是 那么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在这个夏南瓜 夏南瓜 其实也能用这个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说 你可以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在种的时候 我们种这个夏南瓜 我们在台湾 我们都 都让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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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说 他这个 这个 这个很细 对 我们 但吃了很油 所以有时候 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 要噴这个 什么样的 这个 就是说 你如果是 正常 正常 你如果像在这个 通过大料 还是说 他们在吃 他们都留得 比较大 一些 他们吃到 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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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们在这里面 就是说 如果是单位结果 他们通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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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 所以 他们就 需要去 做一个 这个 这个 受分 那么 因为 如果我们 可以在 你 在 那时 就是说 不一定 就爱 让他 因为 这 一定是 爱 受分 他才 如果没有钓的时候 有时候就比较容易 如果没收粉的时候 隔行就比较不通 好看 甚至有时候是这样 有时候在我们在增 因为我们刚才在说到 它本身 结果性其实还不错 有时候刚才有汪汪天 还是一些温度比较低 还是怎样你看不到 看不到这种钢灰 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变成 感觉上 是不是就要收粉 才会刁割 但是事实上在台湾 在增的时刻 其实没有不需要 因为我们很悠 那么 那么现在有些拼镜 有些拼镜 那么它去刷复的时候 就是说你去刷处的这个拼镜 它可以有一个就是 如果是没收粉 它不会说一个就衰落去 所以它的类似单位结果 但是这种拼镜 就是它的单位结果 它也没有很大条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是很油的 所以这个东西没什么要紧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这个拼镜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是不是要去噴什么东西 其实你可以噴NAA 这个耐乙酸钠 这个用耐乙酸钠去噴 那么它 它的这个 算结果能力 其实是会有所改变的 就是说它如果没收粉 没收粉 因为我们收这个余割 所以你把它噴 噴完之后呢 它的这个单位结果 这个单位结果通常 我们在用大概就是说 一般就是这个耐乙酸钠 这个NAA 有的是用这个GA3 和4CPA 但是4CPA在噴的时候 它的效果会变形 所以一般这个耐乙酸钠 大概就已经很好用了 所以我们得手利用这个耐乙酸钠 来把它噴 那么像这种金贵这种的 一个这个做法 那么我们用这个耐乙酸钠 NAA 就是说它 你生 你若是看到说没钢灰 你给它有看到没灰 有看到没灰 你就把它噴 这个把它噴一下噴一下 所以这种就是我们在说的 这个生长调节器 有的就是这个荷如梦 那么你把它噴过后 要以它的单位结果 单位结果 其实对这个夏南瓜来说 它的这个单位结果就是说 它也不会长得很大 你若是有水分 它比较大 但是我们没差 因为我们在吃的时候 我们是吃得比较油 所以你把它噴 噴给它不要掉 这样就好了 所以NAA 你可以来用 那么 有的说去跟它这个 人工受粉 倒是不必要 这一般通常 它如果没有肥粉的时候 你用这种 200倍5%的 这个耐乙酸钠 NAA 那么这个东西去把它噴 要开火的时候 你把它噴 在那个灰心的地方 你把它噴一下噴一下噴一下 噴一下 那么它可以在这个里面 很容易 很容易 把它这个钓隔 这钓起来 它不说很大 但是 它因为我们吃得很油 简单说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关系 所以呢 这是上当的一个这个食堂 就是说它反正呢 我把它噴一下 它就是这个 因为当时 如果是温度上火头 或是怎样 这 都有可能 它有神迹呢 不是说只有没有肥粉而已 就是说 它这个 这个 有当时 就是钢灰比较少 还有什么钢灰比较少 这就是 和温度有很大的 这个关系 那么只有没有肥 不然我就受粉 你把它噴 NAA 200倍 200倍的这个 耐乙酸钠 5%的这个耐乙酸钠 这就更容易的 这个钓 所以呢 你用这样来处理 其实也有这个效果 我在这里 我要强调 是因为 我们在台湾 我们很准的 我们吃那个 厦南瓜 我们吃很准的 所以 你把它噴下去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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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落 但是你说 要大到正常的这个行动 是不什么样 没有办法 所以 但是 它有这个效果 就是说 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 你把它噴过后 也是可以 同样的 可以吃 这个 这个 它的铁 有那个三铁 这个高性 也不错 最主要是这样 但是 它没法像人正常 当然 在我们台湾 我们小铁算正常 在这个中国大陆这边 他们在吃 吃得更大铁 所以 你就是噴这个 哪里酸哪里酸呢 它也可能 没办法长那么大 它也比较粗 还是说 没有大到正常的这个 大的时候 它就 过熟了 纤维化 我们说的 过熟是这样 所以 它拼一个比较 但是在台湾没差 你把它噴掉 因为我们吃很油 所以没差 所以这个 你可以给它参考 看看 200杯 5%的 耐乙酸哪 NAA 它有这种 一个好个 这个单位结果 这个好个 那么这个提供 你做参考